教育部打假球 教育部打假球 旋轉門變任意門 旋轉門變任意門 為什麼說他們打假球 我們發現說教育部所制定的 這個所謂他之後要修法的旋轉門條款 他居然僅僅只有限制教育部的官員 在退休之後不能夠到私校去擔任校長 董事長董事以及監察人這樣的職務 我們發現說其實教育部官員在退休之後 他如果要到私校去擔任所謂的私校門神 他根本不一定需要當校長 他不需要當董監事 不需要當董事長 他可以上從副校長下至兼任教師 他只要在私校隨隨便便掛上一個職務 他一樣能夠發揮他私校門神的影響力 能夠一樣的發揮他私校門神的這樣的影響力 能夠幫學校去供取所有的這種所謂的教育經費 我們認為我們合理的懷疑 教育部之所以要這樣子打假球 制定一個假的旋轉門條款 其實就是要包庇去年跟今年 分別轉往私校擔任私校門神的這兩位高官喔 最近就是我們今天要揭露的兩位教育部退休高官 公會已經批評那麼多年了 結果他們還是依然顧喔 非得要去到教育部到私校裡面喔 擔任這個通書通教育部關係的門神 第一位喔就是這一位 陳德華 陳德華前教育部次長喔 陳德華去任職的大業科大我要跟大家報告 現在的副校長陳明映 他在教育部既職師擔任了四年以上的副司長 跟大家報告 過去我們公會來到教育部針對勇達技術學院的欠辛案 抗議來受理的對象就是這位勞邦安 不要小看副司長喔 在高教師屋上面 這一些只要是專委以上層級的 對於各個學校 就是直達天廳教育部的高官 陳德華私校門神 羅邦安私校門神 羅邦安私校門神 陳德華 陳德華